五名乘客合力围在客運前門 用繩索将车门绑住 使命拉住绳子 就怕一个不小心没拉紧 车门就可能再次松脱 呼啸的风声 不断从细风中传进车内 可以感觉得出胃头风势真的很大 五名状态有人蹲着 有人站着 甚至有人蹲起马步 一刻都不敢松懈 因为只要一放手 整个车门都会被吹走 直接后方有将近十几名的乘客 就坐在这辆前往机场的客运 门被台风给吹坏了 才会出现这种人肉拉车的情况 但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一幕 定失速列车里头 乘客为了阻挡活尸 脱去外套 另带当绑绳 合力将火车车门给绑死 回头看客运上的乘客 一样用相同的方式 但阻挡的不是活尸 而是强大的风力 都会车上的热心民众 让这惊险的状况能平安落幕 记得桃园综合报道